上海上岗在天河体育场击败广州恒大的第二天,顺利返回到了上海,全队和球迷也将在本周三的主场赢来冠军点,只要再拿一分,就可以夺得本赛季的中朝冠军。 而在天河体育场一举战胜未免冠军广州恒大,则是上海上岗接近中朝冠军的关键所在,上海上岗能够赛季双杀广州恒大,除了自己进球多万,还有就是限制住了广州恒大的进攻点,尤其是塔利斯卡,塔利斯卡尽管刚加盲广州恒大不到四个月时间,但已经是中朝非常厉害的超级万元了,是广州恒大进攻的晴雨表。 所以上海上岗着重针对性限制塔利斯卡的发挥,据劳动报透露,上海上岗三全重点研究,了塔利斯卡的一些踢球习惯,而让球员去盯防限制塔利斯卡的,就是29岁的铁腰蔡桂康。 蔡桂康90防守行后腰,对于对方核心中场球员的盯防限制,再合适不过了,再加上又有阿哈麦多夫在场,蔡桂康可以全程贴身跟保塔利斯卡,从上面塔利斯卡回到中场接球时,可以看到蔡桂康紧跟塔利斯卡,塔利斯卡接球后,只能马上传给李学腾, 不敢继续拿球推进,而塔利斯卡无球的时候,蔡桂康也继续在附近紧跟着,尽全力不给塔利斯卡拿球的空间,而塔利斯卡被紧紧盯防的时候,情绪也比较急躁,在中场比强奥斯卡犯规后,还和主裁判理论了一下,这也是全场比赛塔利斯卡踢球,不顺利的一个缩影。 塔利斯卡除了禁区射门被严峻林封堵和任一球直接攻门外,其他比赛时间被蔡桂康和阿哈麦多夫盯防着很难受,其实,9月会往周恒大可抢输给上海上岗的那场比赛,塔利斯卡也一球未进,没有延续火热的进球状态,其中的主要原因,也是被上海上岗针对性防守,而蔡桂康也是关键的球员, 全球贴身跟防塔利斯卡,塔利斯卡而战上海上岗民进球,连续牙火也是广州恒大被双杀的一大原因。